歡迎收看第18題 他問說 有兩個半圓形的末波 反方向的行徑 波數都是10公分每秒 在T等於0的時候 波形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說圖中個體的肩殼都是20公分 這個肩殼都是20公分 現在求T等於5秒到6秒間 1點 J點的平均速度多少 他上下震動的平均速度 好那我們來看看 T等於5秒的這個波的形狀 看T等於5秒的波形 T等於5秒 我們看這個Δx等多少 為了多少距離 就是 這10喔 他乘以T等於5 走到50公分 我們是公分 所以這一點走50公分是24 中間這個 走到這裡來 走到這裡來的話 所以是 半圓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半圓 我第一個波形 E這一點 E這一點 E這一點的話 剛好是 高度多少 高度的話 這個的話要稍微算一下 這個我如果以這個當圓心的話 這個等多少 可能是那個 就是S平方 加Y平方 等於多少 我們這樣看好了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現在半徑多少 半徑是20 半徑是20 半徑的話是20 20 這是10 我現在把他放大了 放大的話 這是原型吧 這是10 我現在把他放大了 我現在把他放大了 放大的話 這是原型吧 這個是10 第1個分波的那個震盪的位移 震盪的位移 是多少 是等於 10乘以多少 更好 2的4 4-1 所以是10更好3 另外一個波 它也是前進了50公分 這一點跑到哪裡 二十四十 五十 就在這裡 然後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在哪裡 在這裡 就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這個也是原型嘛 所以它Y2 跟Y1一樣 也是多少 這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只是那個Y2 是這樣子 Y2是這樣看的 這圓形 這圓形的位置 距離這裡是10 距離這裡是10 這裡是10 它現在半徑 這是20 所以Y2同樣也是 也是10更好3 所以Y 它這等於Y2 它這等於Y2 這第二個分波 它的位移 Y是等於Y1加Y2 這等於20更好3 這個是第五秒的時候的位移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就是說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就是說 第五秒 Y1這一點的位移 是等於20更好3 然後再來我們看第六秒 T等於6的時候 T等於6呢 這個是乘以6 變成60 得到X 等於60 等於是 經過50以後再加10 所以這個波的話 就從這裡 從這裡 到這裡 所以兩個波就重疊 兩個波的話 就重疊了 兩個波都重疊了以後 Y1 這一點 這一點就跑到中間來 這高度Y1 就等於20 高度等於20 因為這一點跑到這裡 因為這一點跑到這裡 這個圓心 這個圓心就跑到這裡 所以Y1的話 就變成 變成這個半徑 Y1 Y1plung 等於半徑 等於Y2plung 這都是20 所以這個 Yplung 這是第六秒的 這個波的位移 等於Y1plung加Y2plung 這20加20 等於40 也就是Y 第六秒的 那個位移是40 那他要算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5到6秒 這是Y6 減掉Y5 他除了一秒 從5到6秒 經過一秒 這就是平均速度 那Y6是40 40 減掉Y5 Y5是20 跟到3 他除了一秒 所以大概是40 減20 跟到3 40 減20 跟到3 我會說 我會說 在3 我會說